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先反问 如果真的如反对党所言 国阵的候选人还能够向政府提出种种拨款的要求吗 纳吉今天进行工作访问的时候就强调 国阵把国家管理得很好 很多的发展要求以及拨款都可以被考虑 让人民无需担心 纳吉也说 根据经济实力的排行榜 国国名列世界第23名最具竞争力的国家 因此纳吉恳求选民再给他多5年的委托 让我国朝向2050年国家转型计划 接着让我们来换个焦点 瑞士检察署办公室说 当局去年11月对沙地阿拉伯一家石油公司的 两名职员展开调查工作 原因是有关的职员被指盗取一码公司的资金 针对此事件 一码发展公司就发文告说 报道并没有显示一码发展公司或其任何职员 有任何不当的行为 因此不应该被扭曲或被挂钩 说是对一码发展公司以及其股东的调查 该公司严正说明 无论是在国内或国际上 一码发展公司都不是刑事案的调查对象 另外该公司也要求各方 不要将瑞士当局对非马来西亚国民的任何所谓调查 政治化 也不要试图在这个敏感的大选期间 扯上一码发展公司以捞取政治利益 而针对YNDB弊案 行动党熟理主席戈宾斌欣 今天受访问时就表示 一旦西蒙执政中央 他将会向新任的首相提议 开档调查YNDB弊案 西蒙主席敦马哈迪 昨天晚上出席滴滴汪萨西蒙大型讲座会 至此的时候就为自己钦点国阵主席纳吉为首相人选 向人民公开道歉 他直言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 如今正在尽最大的努力来纠正错误 而敦马哈迪的女儿玛丽娜日前出席活动时就说 要他的父亲说声对不起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国阵在我国执政60年 其中22年是他父亲担任首相 而现在的政府有不对之处 有一些是在他父亲在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因此敦马哈迪最终为他自己在过去犯下的错误道歉 并且希望在有生之年纠正过去的错误 并且协助国家不回正轨 至于其父亲在位期间 所犯下的错误 玛丽娜则没有详细说明 接着让我们把焦点转向国际 古有月老前红线 现有脸书当红娘 扎克伯格宣布 脸书将会加入约会服务战局 准备推出交友约会服务 为脸书20多亿用户进行配对 扎克伯格强调 约会活动不会显示在脸书的动态消息上 用户在脸书上的好友 也不会看到用户在约会平台上的资料 配对的对象也不会是用户已经拥有的朋友 脸书的这项消息释出之后 既对约会网站Match Group公司造成影响 目前该公司的股价已经暴跌了23% 最后有娱乐消息 有范爷之称的范冰冰被爆接获好莱坞女星 杰西卡·卓斯廷亲自拨电邀请 将会与玛丽勇科定亚 彭尼·陆古斯和黑豹女主角 陆皮塔尼勇欧首次合作 演出一部讲述女间谍的英雄电影《355》 而这也是范冰冰 既在X战警未来昔日亮相之后 再度接拍好莱坞电影 备受期待 今天的大事迹就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